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宠哥 你干嘛呢 这是什么东西 猫猫猫 猫猫猫 你居然害怕猫猫猫 不行 你居然害怕猫猫虫 笑笑 人有私 切莫说 意思就是别人的隐私 我们不应该到处乱说 所以我们要替妞妞保密 放心吧 妞妞 我不会跟别人说 说你害怕猫猫虫的 小宠哥 你干嘛弄条猫猫虫出来 猫虫王国的国王生病了 她想让我帮她复制一个自己出来 代替她暂时管理猫虫王国 这条猫虫是试过魔法的 她可以在危难时刻 保护所有猫虫的安全 我已经弄好了 现在我要把她快点送去猫虫王国 笑笑 你别以为我真的害怕猫猫虫 我是 我其实是 你看你 今天上体育课 你还没有女生跑得快 才不是 我是 你就是害怕猫猫虫 我没有 你有 我要用小宠哥送我的精灵触角 再变出一条猫猫虫来 不要 不要 好大一条猫猫虫 别过来 别喊 我是笑笑 笑笑 我也被逞猫猫虫了 讨厌的猫猫虫 都怪你 你是故意的 是你跟我想精灵触角的 怪你 是你按下按钮的 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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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条猫猫虫 快跑 他们也追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还不知道吗 事情是这样的 国王正在追查散播假国王谣言的那条猫猫虫 是你说的吗 当然不是了 那你跑什么 我 我 你跑 在那边 他还有同伙 等等 好多猫猫虫 叫什么叫 你不也是猫猫虫吗 走 快走 走 走 是谁 说我是假国王 不是 不是 不是我 是他 是多多说的 他说您是假国王 我和他 我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是你说的吗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谁说的 根据毛虫王国的法律规定 对国王不敬者统统驱逐到野外去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笑笑 你叫什么名字 牛牛 好吧 肯定就是多多说的了 来人 驱逐到野外去 牛牛 你怎么可以乱讲呢 你又不知道是多多说的 我 我 亲爱的朋友 欢迎来到毛虫王国 看吧 多险 不然我们就要被驱逐出去了 可是多多好可怜 亲爱的朋友 请用餐 我们就吃这个菜叶子吗 亲爱的朋友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住在糊涂里 糊涂 不对 我们被大风吹到一棵大树下 只要找到那棵大树 我们就能回家了 我们回到变身时的那棵大树下 小冲哥就能找到我们了 对 国王 我们要找到那棵大树 好吧 一会我派卫兵送你们去找那棵大树 晓晓 你可真聪明 好吃 好吃 谢谢国王 亲爱的朋友 认识你们真高兴 祝你们一路顺风 好 国王再见 国王再见 笑笑 快看 国王就是小虫哥复制的那条大猫虫 他偏看的小黑点就是我不小心见上去的 牛牛 你又乱说了 卫兵 不用管他们了 我们就是多多的同伙 把他们都驱逐到野外去 我们走 是 都怪你 你又乱说话 这下好了 我们回不去了 可是 可是他就是小虫哥复制的那条毛毛虫 笑笑 你快呼叫小虫哥 让他来救我们 我要知道小虫哥在哪里 我们变成毛毛虫的事情 小虫哥还不知道 救命 小虫哥 不要 不要 毛虫王国原来在一棵大树上 笑笑 我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都怪你 我们回不了家了 晓晓 我怕 你快想办法让小宠哥来救我们吧 快走 谢谢你 多多 刚才要不是你 我们就被大鸟吃掉了 多多 对不起 我不该乱猜测散布谣言 害你被驱逐 没关系 我也不该对国王不尊敬 听见别人乱猜测 自己也跟着怀疑国王是假的 快 来 野外好险 是啊 我们随时都有被大鸟吃掉的危险 多多 猫虫王国在大树上不是更危险吗 国王喷了一种神奇的药水 鸟类文件不敢靠近 我想回家 我想回到毛虫王国 多多 我送你重新回到毛虫王国去 对 我们送你回毛虫王国 谢谢您救了我们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们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 我要惩罚你们 对不起 国王 我不该随便揭露您的掩饰 对不起 国王 小冲哥 小冲哥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我用心灵感应器找到你们的 妞妞 你不希望别人把你的隐私讲出去 可你怎么这样对待别人呢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乱说话了 原来是这样 多多 我们要走了 放心 国王会保护毛虫王国的安全 多多 我原谅你了 以后要遵守毛虫王国的法律 国王再见 我们回去了 小朋友们 这一集里给大家讲了弟子归礼人有私 切莫说 意思是 对于别人的隐私 我们不要到处去张扬 善意的隐瞒 对别人是一种帮助 大家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 再见 弟子归圣人许 首小提刺激心 犯爱中而亲人 要遇定则学问 父母呼应无患 父母铭心无蓝 父母骄傲许倾听 父母则许事成 动则问 相则静 沉则心混则定 出品一高 翻冰面 聚要长夜无边 垃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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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集 沉井 が踏来 好 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